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晚上九点的时候,张凡再度接到林雷的电话,说是狗血已经弄到了,已经交给了他大哥。 拿到狗血以后,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他们用狗血把那白纸染成了血红色。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房颜也听到了这番话,他把目光投向张凡,张凡摇了头,他也不清楚这是什么操作。 行,我知道了。 那先生,您还有没有什么吩咐? 暂时没什么,等我的消息吧。 挂断电话后,张凡皱着眉头搓了搓手,思考了好一会儿,拿起手机来,拨通了小辫子男的电话。 喂,先生,有什么事情吩咐啊? 王盘和小胖现在在一起吗? 从军山酒店的监控来看,是在一起呢? 说到这里,小辫子男子有些嫉妒地说道。 真是不知道,那小子经历怎么这么旺盛? 这小辫子男子,一定是从军山酒店老板那里,听说到了一些什么。 你那个开酒店的朋友,他可靠吗? 还非常可靠,那都是过命的兄弟,这一点,您打刻也放心。 那好,你马上去买一个小型的窃听设备,把这个设备和你的手机向连接,然后送去军山酒店你那个朋友手里,然后让王盘趁机把这个窃听设备放在小胖的身上比较隐秘,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 至少今天晚上,绝对不能发现。 如果实在找不到这样的位置,那就算了,咱们以后再寻找机会,千万不能冒险。 那样的话对你们非常的不利,同时也会打草惊蛇,咱们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但是如果有,一定要把事情办好。 只要办好这事,今晚咱们就可以报仇。 做完这些个事情,你马上过来找我。 行,我立刻去办。 小辫子男子听出了张凡声音里面的严肃,非常痛快地便答应了。 半个小时以后,小辫子男子叽叽火火地跑进了院子,冲坐在石桌旁边的张凡和方言说道。 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您的吩咐办了,王盘已经找好了机会,把启听器拿进了房间里。 能不能顺利放进那个小子的包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小辫子的话音刚落,他手机变响了。 张凡宠的点头十一,小辫子男子则接通了电话。 喂,事情办好了吗? 办了,他今天穿了一条工装裤,口袋很多,我把那小孩指甲盖大小的窃厅顺手塞进了他膝盖旁边的口袋里,把拉链也拉上了。 我感觉今天晚上他应该发现不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就能报仇了? 说到这里,王盘有一些期待的问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这样。 小辫子男子看了一眼张凡,张凡对于这话肯定的点头。 那我就等消息了。 挂断电话之后,小辫子男子打开了连接气听器的软件。 从那里面的对话来听,小胖应该是在出自车上,正在和司机聊天呢。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小胖到了房间里,先是叫了一声小姐,然后又叫了一声中枢。 三个人住在一个,有着三间卧室的总统套房里面。 又去找那个娘们儿了。 钟离女儿不音不扬地问道,小胖并没有接话,而是岔开话题,对钟放问。 钟叔,快到服药的时间了吧。 在酒店大厅发生那件事情以后,钟离女儿和小胖的关系,就不像之前那般的和谐了。 钟离女儿本就高傲,出了那事以后, 对于小胖变得越发冷冰冰的,似乎刻意地告诉小胖,你配不上我。 与王潘对小胖的那份温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虽然小胖对于钟离女儿有些垂涎,但是同时也生出了一些厌恶的情绪来。 二人的关系,就怎么不知不觉地变化着。 小胖办完了正事,去哪儿玩,那是他的自由。 小姐啊,咱可不能对人家过分地干预。 说话的是钟放,他们是出来办事的,一定得搞好团结,对于任何一个人的排挤,都有可能会是隐患。 知道了,钟叔。 钟离女儿应了一声,她对于钟放的话还是比较听的。 小胖啊,刚才小姐买了甜点,专门给你留了一块大蛋糕,就在那儿呢,你快去吃吧。 钟放指了指茶几上的蛋糕,小胖感激道。 哦,多谢钟叔。 你不应该谢我,应该谢小姐。 是,谢谢小姐。 小胖有些不太情愿,但仍旧还是感激了一句。 好了,你们两个聊会儿吧,我去服药了,注意外面的动静。 钟放说完便回到卧室。 具体场景张凡几人虽然看不到,但通过他们的对话,也可以大概地推测出来。 就在这时,张凡的手机也响了,张凡看了一眼,便把电话接通。 喂,林磊啊。 先生,他们说钟放已经服药了,他们现在已经出了房间,马上就要动手了。 他们不让我去,让我在房间里面等他们。 听到这话,张凡和方言的眉头同时一蹴,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得知钟放服了药呢? 方言说道,难不成他们在钟放的房间里安了摄像头,或者是窃听器什么的?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这次的事情事关重大,钟放他们一定不会掉以轻心。 他们这些个经常住酒店的人,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戒备。 这也是张凡为什么没有在林磊三个哥哥和钟放的房间里面安装摄像头或是窃听器的原因。 这如果被他们发现了,通过科技手段是可以找到连接的手机的,那样的话,他们就危险了。 放在小胖衣服里面的窃听器,钟放他们早晚会发现的。 对于张凡和方言来说,今天晚上的计划同样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那既然如此,他们怎么就知道得这么快呢? 方言话音刚落,小辫子男子的手机里便传出一声闷哼,紧接着便是小胖的声音。 你们是谁? 小胖和钟离女儿都是满脸警惕地看着闯入房间中的三个人。 三人当中的老大沉声说道, 你们去对付那两个小的,我去找那个老的。